拖著行李準備登機 不過接下來不只行李得秤重 部分旅客也恐怕得 拎著隨身行李量體重 太拒絕的話那可能會不會拒絕 不會排斥 為什麼 因為覺得沒什麼 對 只要不要公開出來就好 如果有航空公司有考量的話 我一定盡量配合 隨著疫情解封 今年上半年光是去韓國旅遊 就超過四十萬人次 那韓國內最大航空公司 大韓航空宣布 將會依照法規在乘客登機前 先測量體重 從28號到9月6號 首爾金浦機場 針對國內線的旅客開始實施 而9月8號到19號 則是在仁川國際機場 對國際線的旅客實施 這一切都是為了安全考量 南韓國土交通部 在2006年時制定 航空器重量與平行管理基準 每隔五年一次或者必要時 得算出乘客標準重量的平均值 用來計算航空器重量 以及機內重量分配的標準 讓航空公司可以更精準測量 每趟飛行需要使用的燃料用量 而乘客標準重量就是旅客 會在登機口前提著隨身行李 站上體重計測量 以夏季的平均數據來看 男生是81公斤 女生則是69公斤 這些測量的資料都會以匿名處理 也不會對外公開 更不會強迫旅客測量 只是要在人來人往的機場裡 站上體重機 不少人還是會有點不好意思 如果不想量 其實也可以直接拒絕 PBS新聞林志偉 藍廷 台灣常常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